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狐狸猫他们经过一间新开的饮料店 饮料店的门口挂着大大的布条 强调所有饮料都是添加蔗糖 而不使用果糖 这时候麦麦就感到十分的困惑 他以为糖都是一样的 那这两种糖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在先前的课程当中 我们所学习到的糖类 其实它是一个大家族 这个大家族里面有许多的成员 常见的像是构造比较简单 而且尝起来是甜的葡萄糖 果糖 麦芽糖 蔗糖 以及构造较为复杂 而且尝起来不甜的淀粉 纤维素 这些都是糖类的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 分辨出食物当中含有哪一种糖类呢 其实每一种糖类都有不同的特性 我们可以针对这些特性 找寻合适的检测物质 像是淀粉会让点液改变颜色 而葡萄糖则会使本事液变色 利用这样的特性 我们就能够知道食物当中含有哪些特定的糖类 听到这些狐狸猫他们迫不及待地拿出实验器材 到底点液和本事液分别碰到了淀粉与葡萄糖 会有什么样的颜色变化呢 李李准备了再波片 小心翼翼的在再波片的左边 滴上一滴1%的淀粉液 并在右边滴上一滴水 请你想想 为什么李李除了在再波片上面滴上淀粉液以外 为什么李李除了淀粉液以外 还要在再波片上滴水呢 A 作为实验的对照组 证明水不会让点液变色 B 充分利用再波片的空间 没有实验上的意义 答案选A 是的 做实验的时候需要有实验组以及对照组 因为点液碰到水不会变色 所以李李滴上一滴水 可以作为对照组 观察点液遇到淀粉液的时候 颜色和原来的有没有差别 准备好实验组与对照组以后 李李接着在淀粉液与水中 分别滴上一滴点液 当点液碰到淀粉液的瞬间 原本黄褐色的点液马上变成了蓝黑色 李李惊呼了一声 看到点液碰到淀粉有这么大的颜色变化 让她更加好奇 如果是本事液碰到葡萄糖的时候 又会有什么变化呢 于是李李赶紧准备两只试管 并且在试管上做上甲乙的标记 分别加入三毫升的葡萄糖液 与三毫升的水 接着在两只试管当中 加入蓝色的本试液 李李满心期待地盯着试管看 却发现颜色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原来她还需要把试管加热 来加速反应的进行 于是李李赶紧拿来烧杯酒精灯 三脚架与陶瓷纤维网 准备隔水加热 这个时候李李就感到十分困惑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难道不能直接把试管加热吗 请问为什么要隔水加热试管 而不是直接加热试管呢 A. 试管本身就不能直接加热 B. 隔水加热可以让试管受热更均匀 而且可以避免温度过高突然沸腾 答案是B 虽然试管是可以直接加热的 但隔水加热可以让试管内的容易受热更均匀 还可以避免温度过高突然沸腾 随着溶液内的温度逐渐升高 李李发现原本蓝色的本氏液 它的颜色开始有变化了 首先它变成绿色 接着再变成黄色 橙 红 红松等颜色 会有这样的颜色变化 是因为本氏液不只可以检测食物当中 是否含有葡萄糖 甚至可以从它颜色的变化 知道葡萄糖所含的浓度多寡 如果食物中含有葡萄糖 那么加入本氏液并且隔水加热以后 依照所含糖的浓度多寡 有少至多 会呈现绿 黄 橙 红 红松等颜色 了解了检测淀粉用的点液 以及检测葡萄糖的本氏液以后 狐狸猫从厨房拿来刚煮熟的米饭 以及一小块巴勒 分别进行淀粉与葡萄糖的测定 请你依照刚刚学到的知识 判断应该会有什么样的实验结果呢 请问以下叙述何者错误 A 熟米饭加入点液 会使点液由黄和色变成蓝黑色 B 巴勒加上本氏液并且隔水加热以后 本氏液会变色 表示巴勒里含有葡萄糖 C 熟米饭加上本氏液并且隔水加热后 本氏液不变色 表示饭里不含淀粉 B 巴勒不含淀粉 不会使点液变色 答案是C 最后我们做个小整理 食物中若含有淀粉 则点液会由黄和色变成蓝黑色 本氏液可以检测食物当中是否含有葡萄糖 依照含葡萄糖浓度的多寡 本氏液会由蓝色转变成绿、黄、橙、红、红松等颜色 最后问你一个小问题 请你想一想哦 如果我们在某一种食物当中加入本氏液并且隔水加热以后 本氏液没有明显的颜色变化 这代表食物当中完全不含有葡萄糖吗?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